谢大姐42岁 她说 之前在江西老家管孩子 现在他们读大学了 她就到杭州萧山的一家羽绒厂打工 12月26号中午 快下班时 接到一个电话 对方自称是江西上饶的民警 她说 你的身份证是不是你在上海市建设银行办了一张考 这张考很严重的 里面都进进出出的 好多钱她都在管妈小孩子了 调查你 你一定要说实话 不说实话了 一定要抓捕你的 然后我就当时被她笑 谢大姐说 一开始她也有点半信半疑 还在想对方会怎么调查 加了微信之后 对方发过来了警官证 还有谢大姐的身份证照片和一份检察院的侦查保密函 之后 对方要求谢大姐提供办理过的银行卡 说是要查一下交易记录 因为有三四张考 因为我考里都一两百块钱 因为我刚买了房子 我就没钱了 后来招商银行有一笔钱 我是乘的是理财的 有个十六万 我都没跟她说的 我就是又有点怀疑 又不想跟她说 她就说 那你招商银行有一笔理财的钱 你怎么不老是跟我说 对方这么清楚自己的状况 谢大姐开始有点相信对方了 这时 对方发过来一个链接 说是叫公安防护网要下载一个软件 叫我点哪里 我就点哪里了 密码收进去全部都收好了 收好了 然后她就说 那那也没事了 我给你调查清楚了 你不是说被骗了六万吗 招商银行那个比理财的钱 她叫我怎么弄 弄起来 贷款 贷了十三万六 十三万六出来以后 她通过支付宝 转了五万块钱到四组香山的农商银行卡里面 农商银行又转到一个骗子的一个账户里 谢大姐的手机已经被格式化过了 所以之前的记录现在都没有了 她说 后来通过微信语言通话联系对方 对方没法接才知道被骗了 就马上挂持了招商银行卡并报警 萧山新唐派出所的尼警官负责这起案件 她不在所里 电话中她说 嫌疑人已经把钱取走了 从谢大姐家人留存的截图看 谢大姐跟对方语音聊了136分钟 微信里跳出了请注意核实对方身份 警方诈骗等提醒 可谢大姐说 她看到的时候已经晚了 后来算了一下 一共被转出去六万左右 现在她担心的是 招商银行卡里还有八万左右的贷款额度 我去银行的时候 她就这样说 我去帮你们解冻可以 在这里操作那个对方照片的人 她说知道你的密码了 万一这几八万都划过去了 她说这个风险要我自己承担 警方后来冻结了该嫌疑人的账号 谢大姐的卡 她自己挂失了 此事目前已经立案 我们也建议 因为她不是很懂这些支付宝这种转战的东西 银行跟支付宝包括危险不要防病 真的如果到时候第一时间发现被骗了 可以拨打我们那个杭州的那个反战中心的电话 81234567 优宝 黄剑 记者 报道